靠岸的机会 那我们先邀请来吴同学 先来为我们来分享 他如何能运用得财 来得到不顺的生活 谢谢 大家好 吴先生好 然后还有在助手的超马大 超马家人们大家好 好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然后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在领事的人 跟大家做的分享 那雅如呢 在海底进入超马之前 日子真的就像 你刚才讲述说的 等海科 就是阿信的叶子 全部都在我的身上 但是进入超马 学习了之后 我觉得有非常多 非常开心的收获 简单的说成 财富上工作上的收入 就开始被真实的增加 那以前不敢想象 可以获得奖励的这个部分 进入超马来之后 竟然可以连连的 跟着公司出国去旅游 这是感觉从在过去 还没进超马之前 不敢想象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但也从一个可光明 变成一个可光明 那还真的有一天 你非常可愛的更加进步 对 那真的 我觉得来到超马 真的非常的幸福 然后也非常的 我觉得 就像刚刚唱的这首演技 好像还有多个靠山 超马就是我最大的靠山 怎么说呢 因为导师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不断对我们拼音齐循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提炼 那在里面 导师也有提到 要我们每天看疫情的历史规 那地子规呢 反正过去也总是单纯的看过听过 可是并没有把他放在自己的心里头 那最近 反正有非常深的一个提炼 因为反正是一个妈妈 然后也身为一个女儿 然后是一个女人的角色 那在地子规里面呢 蔡理薛老师也有提到四件事情 父德 父供 父仁 父严 这四件事情 那以前真的就只是单纯的听过 听过 好 我有听过这个故事 有点印象在脑海里 但是并不是真正的 很迷谣当中的意义 但是后来 男人真的很认真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 跟评悟发现 这是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为什么 老师也为我们女人写了一本书 叫做什么 《灯香女人花》 然后在导师的创作歌曲里面 也有一首母亲 也是一个女人的角色 然后也有个《香女人花》的这首歌 那在《幸福圆满班》里面 老师也针对女人的这个角色 也有一个非常到位的一个诠释 就是告诉我们应该要做到那些事情 那杨如呢 因为真的以前啊 当开始进入草藏没有很认真 因为总觉得那些改变生命集结的事情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可是当杨如真的诚心打开心 下定决心了之后 从第一件 杨如觉得最容易下手的事情 开始从服装移用开始做代表 因为以前总是理工科嘛 就是实验服啊 然后穿着牛仔裤 尤其又加上就是以前个性的问题 然后总是没有在裤 然后裤装就这样出门了 但是当杨如真的决心要做改变的时候 先从穿裙子开始 那穿裙子之后 在很多层面穿裙子之后就觉得 穿裙子好像不够 好像要再多一点 太贝 就会开始注意自己的忠容 这就是不容的部分 然后就会想 平常都是素颜就出门了 那也不觉得说 这样子有什么不好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我们总是美上想要再更美 所以就开始再上一点点淡淡的粉底 上了粉底之后就觉得 诶 还不够 还要再多一个配备 眉毛呢 就给它再画个两笔 然后演绎它再给它淡淡的上一点点 诶 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那亚伯有沒有想到 在这样子一点一滴的 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 也改变了达如跟亲子之间的一个变化 达如的女儿回到这个阿嬤家 外婆家的时候 眼睛口跟外婆讲说 阿嬤 阿嬤 那个妈妈变漂亮了 你有发现到吗 然后我们还说真的哦 然后再来呢 女儿就更进一步说 阿嬤 我真的很诚心地告诉你 阿嬤跟我的班导师两个放在一起 她比我的班导师两个漂亮一千倍 我就觉得天啊 这个这个话从一个我二的小女生的口中 说出来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表示我平常的这些行为上的改变 其实就有间接的影响到的她 而且我的女儿 我在这边抱着你想要 她其实是没有什么 不想着她说的吗 不懂的 不会去打理自己 因为我自己过去本身就很随便 不注重这个外在的状态的部分 但是随着她发现妈妈变漂亮了之后 她就能开始的生活 然后愿意这个脸好好的测读一下 她现在也开始渐渐地为我自己打 才出门上学去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觉的地方 那还有就是儿子啊 也是哦 我现在才想到有一次她真的就是 穿着睡裤就去学校了 因为她在念的学校是不需要穿政府的 真的 然后我叫她换她把死都不换 她说没关系 这样很舒服 结果也因为我的改变 那她现在也会刻意地 注意她自己的服装 我说你怎么不穿那件 你上次穿你不穿去学校 不行 好难看哦 然后她自己都发现这样子是不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当我们的心念一改 我们的心为一变 家里面很多的气氛你都会改变 然后我以为你不用再花很大的力去 去告诉她 是告诉孩子或家人说 你要怎么怎么怎么做 因为这些改变都在无限当作 这是雅如在外在改变之后 跟妻子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工作上也发现同事看雅如的女后 也不太一样 我们的对话内容也过一分过去 比较起来也不太一样 甚至于仰如在跟客户面对面的时候 谈话的深度也不一样 那这都是两个方形状非常不奇妙的地方 竟然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竟然会这么多 很好的效果 而且在搜Case上也轻松容易的 因为花太多力气讲一讲笑一下 对方就已经就可以收起了 这真的是很紧妙的事情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走在路上 我前两天竟然被搭讪了 这个这个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事情 那我觉得也很妙 怎么会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走在路上 这个过马路的时候 车子里让我们的几率也提高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就会车停下来 然后比的时候 是就是要帮我先过这样子 但是以前没有 车子是不让我的 我跟我抢我要走的这个道路 所以我真的觉得 哇真的是太特别了 那在幸福圆满办里面 导师我有提到 我终于有个冗茂性 甚至于女生要怎么样练习 穿腰的东西 因为要把这里不太 那稍微就可以靠正 那这个也可能也是一样 我现在目前 我们要慢慢在做学习的地方 这个是单纯的护柔 那再来就是负德 负德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地址堂里面 赛平学老师也有提到 负德对你跟家庭的一个影响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除了我们基本的品德之外 我们在从哪里面的学习 非常的清楚地知道这个德是什么 其实是德资料 那也很感恩我们有参加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鸟爐可以藉由每一次的这个活动 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愿意的一个展现 我就发了大愿就是每一次的活动 我就会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尽力地去达成 那也许是在这一步又一步的达成的过程当中 那鸟爐很燃长 还有各方面都可以更加的迷茫 那这真的很特别 那因为昨天在这个共修结束之后 跟理议长这边我们有一点点的焦虑 那就是在5月23号的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有去设定一些的目标 那也很妙 当这个目标设定完成之后 我昨天晚上又签了4件Case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棒 谢谢 雅如其实说真的 以前我们刚进入参马的时候 雅如是不敢发愿的 因为我总觉得我发了愿 我做不到几个拜 但也因为这样的害怕 导致很多事情不敢往前进 因为就怕做不到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雅如会体会到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真心诚意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假设我们方愿要接一百个人 那如果没有做到一百个人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雅如最深刻的一个提论 因为当你有去做了 你就会想办法要再进一步的去做突破 如果我们都没有做 只是单纯的方愿 我现在要接一百个人 结果完全都不动的话 那当然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们也不知道要如何从当中 去做一个修正 所以在这个地方 雅如真的觉得非常感恩 因为 我们想要快速的提升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能量产 不需要反派的拉升上来 那最快的方式就是 科普的导师的每一场的活动 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做分享 尽心尽力的去引渡 有缘的人进来 对 那我也发现到 当我刚才有提到 当我们的外形改变 我们的自信心改变了之后 其实我们在接引人的方面 真的有跟着顺畅 你怎样你就穿就是 比较不注重自己嘛 然后就跟人家分享唱嘛 然后说他那个是什么 可是现在反而 因为当雅如的外在改变了之后 雅如在分享唱嘛的时候 是非常轻声的 因为每个人看到雅如说 阿咪不一样了耶 我说真的吗 你觉得哪里不一样 我觉得你更漂亮了 而且你更好亲手 我说真的 那你想不想知道第一 然后他说你愿意分享吗 我说好 我就告诉你 我是看这本书 就跟对方分享 就这么简单 那对方也会愿意 拿了这本书回去多看两点 其实雅如就很单纯 我只希望我给对方的东西 他回去愿意多看两点 我们就多了一个机会 后续再跟他分享其他的东西 就更加的 你叫什么 亲耳一群 四两国千千 那当我自己都没有注重我自己的时候 讲破嘴说破嘴 人家就是不理财 甚至于这个书不用了 你带回去你带回去 就会很避而远之的那种感受 所以其实雅如真的发现 服装尼龙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且服装尼龙也没有休息 也没有休息的时刻 我怎么说呢 以前雅如假日的时候就会比较水性 反正今天放假就有什么关系 但是就印证到老师说 休息没有假期 那我们的外在我们漂亮不能只有 礼拜一到礼拜五漂亮 假日就像那个工夫 那副电影里面的包猪口那样子 不行吗 假如过去真的就是那样子 只要放假再讲就是那个包猪口 就是你不要跟一边这样子 对我就觉得真的有差 当我离假日都开始 做自己的时候 这个过程真的有够不一样 而且雅如也发现到 当早上开始在打理自己的时候 其实也在调整我自己本身的心态 因为为什么 我在调整我自己要出门的 这个服装员文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开始去思考到 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还不够到位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今天的情绪要怎样去做一个调整 对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老师教我们的东西 真的都在分分秒秒都可以去参加 对 那当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都打理好了 其实这一整天的心情跟情绪 也都准备好了 就比较不会那么慌张那么慌乱 可是雅如也发现到了 当我眉毛只有话一半 然后赶着时间先出门 然后上了车再来补应外一半 我那一整天全部都是处在混乱的状态 因为我们有把自己准备好才出门 那这也是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收获 对所以在这地方真的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外宅的移民的那边 没有想到进来可以有这样一看神奇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队 而且还有一个度远 老师也在幸福满满班里面有提到 我们说话要说的月儿动体 然后包含这个五调也是一样 因为当我们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收获是 老师要我们练习跟邻居打招呼 那杨玥也是 真的也是就是跟邻居这样子打招呼 他一早安然后今天过得好吗 然后后续也一人唱 那孩子因为在旁边看着 都忘了我儿子 他其实有比人发展上一个问题 但是因为这样子演绎着给他看 五行当中他收入到他的心体里面去 那我也没有想到说 我们当我们跟邻居分开的时候 我的儿子竟然也可以主动的 跟这个邻居打招呼 然后跟他讲说就是说再见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但是这当中的这个能量场的变化 我觉得是 雅如让雅如很感动的 那当天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有跟儿子稍微做了一些对话 我才发现到说 哇 原来过去我儿子 他这个语言需要去做语言治疗的 现在竟然都不需要去做治疗 而且他讲话好清楚 那在送他到学校的时候的警卫 那个学校的警卫也跟雅如讲说 妈妈 你的小孩你要 你要 他现在进步很多了 因为他以前都是不理人的 可是他现在愿意主动跟人打招呼 而且他还有愿意跟我聊天 那我儿子也跟我讲说 妈妈 你知道吗 其实班上同学都说 我是班上最懂得如何做沟通的人 我心里还想说 你都不会讲话的人 怎么去做到这么大的一个进步 其实我真的非常感恩就是 有导师的引力 又有充满这个最大的靠山 他让我解决了我自己本身的财务问题 解决了我的亲子问题 然后解决了我很多过去的一些烦恼 因为雅如以前总是把烦恼啊 我自己的身上一直不断地恒绑 就是庸人自老 但是进入超纳来之后 很神奇的是 当我的烦恼变少了 我的笑容就变多了 我的自信也提升了 然后进了财富各方面的这些负责感 就一层一层往上做的变结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就是有这样的机缘 有这样的一个缘分 可以跟常常有一个机会的那个学习 那更棒的是我们除了游浪师 还有很美丽的营运长 因为当我们脱轨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拍回来拍回来 还好你这条线并没有断了太彻底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棒就是每次都一样 有在迷茫的过程当中 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缘分 然后旁边有一个人提醒我 雅如说你离轨道太远了 你要趕快回来 那我想这一些若不是天地的祝福 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很奇妙的因缘 那当然我们自己新闻必须要先打开 自己必须要先下定爵士 但是因为雅如进入超马三年 其实雅如真正下定决心 大概是在一年半的时候 前面的一年半我真的只是只要看到 当做好像是在逛牌过公司那种心态 因为我看不懂听不懂 所以我当然我就没有那个信心要去做学习 但是当雅如真的下定决心 我也要跟那一些舞台上的灵性一样 改变了自己的生命地图的那一个当下 书突然看懂了 然后导师所讲的一些逻辑观念 我开始了解了 然后在针对地质规里面的内容 然后还有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环节 我开始渐渐的可以所谓的 轮回贯通 这个轮回贯通的能力也一节一节的往上做起来 所以真的在这里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只是期盼大家可以把新闻打开 然后勇敢地去做实验 给自己一段时间勇敢的努力地去做实验 你才会发现这当中的成果 到底差一点在哪里 如果今天雅如没有做实验 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站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 那雅如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